20日 慕容锤率领大部队从府口出兵进入天井关 5月初一 后颜的军队到达台弊 慕容勇派遣他的堂兄太尉大慕容义斗归领兵去解救 结果被后颜将领平归击败 巧慕容义斗归出列讨战 又被后颜辽西王慕容农打得大败 后颜军斩杀了西燕的右将军勒马鞠 活捉了另一个将军王刺多 于是把台弊团团围住 慕容勇急忙把驻守太行的部众调回 他本人统领五万多人的精锐部队抵抗后颜 西燕驻守陆川的将军刁云 慕容忠等 却被后颜的进攻气势所震慑 率领部中投降了后颜 慕容勇杀死了他们的妻子儿女 15日 慕容锤在台弊以南的地区裂开阵势 又派萧綦将军慕容国率领一千多骑兵 埋伏在山剑之下 16日 慕容锤与慕容勇展开决战 慕容锤洋装败退 慕容勇带兵追赶他 追了几里路 慕容国率领的骑兵部队从山剑中突然杀出 切断了慕容勇的后路 后颜各支军队从四面八方一起向慕容勇发起进攻 把西燕的部队打得大败 杀死敌人达八千多人 慕容勇仓皇逃回到长子 西燕金阳守将听说己方大败 弃城逃走 后燕丹阳王慕容赞等人夺取了晋阳 后勤太子姚兴这时才宣布 父亲姚长已死 并在怀里集皇帝位 实行大赦 该年号为皇初 随后来到安定 追侍后勤国主姚长为武昭皇帝 妙号为太祖 六月人子 孝武帝追尊自己的祖母 原帝司马瑞的妃子正式为简文宣太后 很多大臣都说 宣太后的牌位应该被遵放在原帝之侧 与原帝一起享受烟火 太子前帅徐渺却说 宣太后活着的时候 并没有被作为先帝的婚配正式 到了作为子孙的人 我们怎么可以为祖先们做主 安排其事呢 国学名教东莞人张涛说 现在宣太后的尊号已经扶正 作为后代的无穷的孝司 已经得到表达 为宣太后另建一座祭庙 尊重先辈祭庙的心情 就可以显现 把儿子的嗜好 加在母亲的嗜好前面 能使人明白 母亲得以荣耀尊贵的原因 这一个举动 可以符合三方面的意义 不也是一件应该做的好事吗 于是在太庙路的西侧 建立一座宣太后的祭庙 侯燕国主慕容锤 指挥部队包围了长子 西燕国主慕容勇打算投奔后勤 势中兰英说 当年石虎讨伐龙都 大燕国太祖慕容 坚守城池不肯离去 终于成就了大燕国的基础 现在慕容锤已经是一个七世老翁 他讨厌常年战争 终究不能成年累月地攻打我们 我们只应该严密守城 拖垮敌人 慕容勇听从了他的意见 前卿国主福登 送他的儿子汝音王福宗作为人质 到河南王祈福潜规那里去请求救助 并且加封祈福潜规为梁王 并迎娶祈福潜规的妹妹为梁王后 祈福潜规派遣前军将军 祈福益州等人统领一万多骑兵前去解救他 秋季七月福登带领兵马迎接祈福潜规的部队 后勤国主姚兴从安定直扑京阳 与福登在马毛山南激战 姚兴生勤了福登并把他杀掉了 他把福登的部众全部解散 让他们回到家里去从事农事耕作 又把阴秘的三万户居民迁到长安 把福登的妻子李皇后赏赐给姚皇 祈福益州等人听到这个消息 就带着部队回去了 前秦太子福崇又跑到皇中继承了地位 该年号为延初 又追视福登为高皇帝 妙号太宗 后勤安南将军强西 朕远将军强多叛变 拥推窦冲为盟主 后勤国主姚兴亲自带兵前去讨伐 部队行进到武功的时候 强多的侄儿强梁国杀死了强多归降 强西则逃奔秦州 窦冲逃奔川 川低族部落首领求高 抓住送还给后勤 后梁三和王吕光任命 他的儿子吕傅为都督御门 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 认寿高昌 并命令大臣的子弟随同前往 8月16日 孝武帝尊封皇太后 李氏为皇太后 居住在重训宫 西焰国主慕容永被包围 局势危急 派他的儿子常山公慕容红等人 去向东晋雍州刺史吃灰求救 并奉献一颗玉玺 作为觐见之礼 施灰上奏说 慕容锤如果吞并了慕容永 会给我们带来更深的祸患 不如让他们二者暂时并存 我们也好寻找机会 同时除掉他们两个 孝武帝以为他说得很对 便下诏 调清眼二州刺史王公和豫州刺史于凯 前去解救慕容永 于凯是于亮的孙子 慕容永担心靖国不肯出兵 又派他的太子慕容亮到东晋去充当人质 后颜平规追捕慕容亮 追到高都把他抓住 慕容永又向北魏告急 魏王拓跋 派陈留公拓跋前 和将军于悦 统领骑兵五万人 向东渡过黄河 集结在秀荣一带救援慕容永 拓跋前是拓跋戈根的儿子 东晋和北魏援兵还没有来到的时候 大慕容义都归手下的将领 伐秦等打开城门 把后燕军放了进来 后燕将士抓住了慕容永 并且把他杀了 又斩杀了慕容永的文臣武将 如刁云 大慕容义斗归等三十多人 吞并了慕容永所统侠的八个郡 七万多户居民 以及前秦御用的车轿 服饰 歌女乐器 其真一宝 不计其数 后燕国主慕容锤 任命丹阳王慕容赞 为并州刺士 镇守晋阳 一督王慕容凤为雍州刺士 镇守长子 对于慕容永的尚书蒲叶 昌黎人屈尊 尚书 杨平人王德 密书建 中山人李仙 太子詹氏 渤海人丰泽 黄门郎 泰山人 虎母亮 中书郎张腾 尚书郎 燕军人 公孙表等 慕容锤都根据他们的才能 加以任用 九月 慕容锤从长子来到叶城 冬季十月 千金国主福崇 被梁王祈福乾规驱逐 去投奔拢西王杨定 杨定留下司马绍江 把守秦州 亲自统领两万大军和福崇一起 进攻祈福乾规 祈福乾规则派遣梁州墓 祈福科坛 秦州墓祈福益州 利益将军 月职杰规 统领骑兵三万以抵抗 祈福益州 与杨定展开激战 在平川一带 被杨定打得大败 祈福科坛和月职杰规 带着部队向后撤退 祈福科坛的司马 宅 气愤地拔出佩剑 咆哮着说 我们主上一仗英雄五落 开创基业 所到之处无人抵挡 身为震撼奇数地区 将军您是祈福家族的宗室 担任元帅的重任 本来应该竭尽全力拼死辅佐国家 现在秦州内里虽然战败 我们的两支大军还完整无损 怎么能够看见舍头稍有不利 便赶紧退逃 这样还有什么脸面可以去见祖上呢 我宅虽然没有什么重要职务和大权 难道就不能因为紧急情况 见机诛杀将军吗 祈福科坛道歉说 千前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意如何 如果真的能像你所说的那样 那么我个人怎么能贪生怕死呢 于是率领骑兵挺进与敌军作战 祈福一周于月至结归也率领部队紧紧跟上 果然把杨定的兵马打得大败 杀死了杨定和福虫 斩杀他的部众一万七千多人 祈福前归于是全部占有了龙溪一带 杨定没有儿子 他叔父杨佛狗的儿子杨胜 在此之前镇守求迟 这时他自称征熙将军秦州刺史求迟公 追视杨定为武王 他仍然派遣时劫向东进称为藩属 前秦的太子福轩也来投奔杨胜 把低族人枪族人划分为二十个护军单位 各自镇守保卫自己的家园 不设置郡县等行政区划 后燕国主慕容锤向东巡视杨平平原 命令辽西王慕容农渡过黄河 与安东将军尹国一起 发兵去夺取东晋所属的青州远州一带 慕容农进攻领秋 尹国进攻阳城都攻克了 东进东平太守围检在乱军中战死 高平 泰山 狼牙几个郡的统领长官 都抛弃城池逃跑 慕容农乘胜向海边进军 一路上设置了许多地方官员 北方沙漠中的柔然部落首领 玉九驴和多寒 抛弃他的父亲不管 与堂弟玉九驴舍伦 率领部中一起向西逃去 北魏将军长孙肥追击他们 追到了郡拔那山 斩杀了玉九驴和多寒 玉九驴舍伦收集他的鱼众几百人 投奔堂兄玉九驴雅侯拔 玉九驴雅侯拔 把他们安置在南方偏远的地方 玉九驴舍伦恩将仇报 杀了玉九驴 玉九驴雅拓拔 玉九驴雅侯拔 杀了玉雅驴九侯拔 玉九驴雅侯拔的儿子 玉雅驴启拔 玉九驴吴杰等人都去投奔后卫 玉九驴舍伦 于是大肆抢劫了 五元以西的各个部落 然后向北穿过沙漠 到大漠以北去了 十一月 后颜辽西王慕容农 在龙水地方击败了东晋的 辟旅魂 随即进入林姿 十二月 后颜国主慕容锤 把慕容农等随即征兆回国 都给人一切 改参幻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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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